葛寺北斋赋越三十六景 除了最知名的神奈川冲浪里 其他你还看过几幅呢 你知道北斋其实也是个旅游大师 当年许多服饰会 其实还兼具旅游书的功能 这一集我将从赋越三十六景当中 挑选与神奈川线有关的七幅名画 带着各位一起巡礼 我们如果要跟着北斋去旅行 路线应该怎么安排 这些景点可能正是当年北斋取材的地点 大家好我是旅行长龚头坚 不久前因为北斋服饰会传奇 这部电影在台湾上映 所以我就制作了一部跟葛寺北斋有关的影片 提到服饰会 日本主义 富士山 还有江户东京的一些话题 没想到获得非常热烈的分享 很感谢大家 我觉得能够从和日本相关的艺术里面 去发掘和旅行或者历史有关的知识 介绍给大家 也是我自己觉得非常快乐的一件事 所以后来就决定继续制作这一系列 跟着服饰会去旅行的影片 或许将来我们在去日本旅行的时候 就可以去亲眼见证这些画家们去过的地点 或者看到他们当时所看到的风景 首先我们当然就要继续跟着北斋的赋越三十六景 来看看他曾经走过的旅程 虽然说是三十六景 实际却有四十六幅画 而从这些画作的标题跟地点来看 他当时旅行的范围那是相当的广 一路从关东走到关西 而根据《惊艺北斋》这本书中的说法 北斋常常走路 即使已经八十七八岁 背人一点也不妥 同时他也经常旅行 而当时旅行已经是庶民娱乐之一 人们盛行泡温泉 或以参拜神社寺庙之名 行游山玩水之时 市面上也开始出版类似今日的旅游导览书 服饰会中描绘明圣景点的明所会 也很受欢迎 可能很多朋友也知道 另一位服饰会师歌川广虫的名作 《东海道》五十三次 其实北斋比他更早也创作过同样的主题 而且他关于富士山的作品 除了三十六景 还有另外富岳白景 可以说是对富士山十分的着迷 而且我们可以想象 以前没有那么多的现代建筑跟高楼去阻挡视线 在非常远的距离都可以看得到富士山 这也正是他得天独厚的条件 当然北斋也运用了他的观察和想象 将各地的风情融入画中 有时富士山是主角 有时仅仅是画中小小的背景 当然分析画作甚至构图的影片已经有很多 我就不赘述 那就让我们直接前往这些画作的地点吧 既然大家都已经知道 北斋文明世界的作品叫做 神奈川冲浪里 Kanakawa Oki Nami Ula 所以我们今天跟着北斋去旅行的地方 当然就是神奈川县 Kanakawa Ken 神奈川这个名字 有些朋友可能不见得熟悉 但是如果我们说到横滨 香根 小田园城 这些传统关东旅行团的定番 还有自由行大人气的廉仓 以及湘南 甚至是前几年大家最喜欢的打卡景点 灌篮高手 比较到 你可能就会恍然大悟 原来全部都在神奈川 富岳三十六景中 有几幅取景地点在这个范围里面 包括 神奈川冲浪里 以及一系列以向州为名的 向州七里兵 向州江之岛 向州仲元 向州梅泽佐 向州湘根湖水 还有东海道成谷等等 听到这里 我相信大家首先就有一个疑问 向州是指哪里呢 其实它就是以前的向摩国 之前我们讲历史的几支影片 也曾提到日本古代令治国的名称 例如长门国后来就被通称为长州 所以向摩国被称为向州 也是同样的道理 而它的范围就约略等于今日的神奈川县 而接下来我们就要去一一来寻找他们的地点 关于神奈川冲浪里的取景地点 有好几种不同的说法 目前一般都认为是在横滨市的神奈川区 这是古代神奈川树的所在地 也是县民的由来 我不得不怀疑 他们是故意取了这样一个跟世界名画同样的名称 有人指正立立 说就是在横滨的本墓这个位置 但也有另外的人做了非常详细的比对跟考证 以及画中出现的押送船 说是在千叶县的防种半岛 但如果你要问我 基于个人私心的喜爱 我会认为应该是在神奈川县山浦半岛的豆子 日溪 夜山 埃山 直到稻村岐 稻村岐 稻村岐 这个区域 因为这里就是有名的湘南 湘南 为什么这个地区会被称为湘南 有人说是因为在相摩国的南部 又位于海边 所以加上三点水成了湘 但如果要做更多历史的考证 这个名称据说是来自连昌时代的末期 到士丁时代的初期 为了感念佛教禅宗 从湖南东传到日本 于是就把这个区域亚称为湘南 无论如何到了明治维新时代 从欧美传入海滨度假的风潮 而距离江户东京最近的这个相摩湾的沿岸 也就成为人们最喜爱的度假圣地 整个湘南的区域其实很大 从东边的山浦市 一直到西边的汤河园丁 但最知名也最热门的 应该还是从连昌 鎌倉 到江之岛 江之島 这一段 看到这里 已经有三个候补的景点出现 横滨本木 千叶县防种半岛 以及湘南向摩湾沿岸 就我的看法呢 几年前 我曾经受一个旅宿品牌 Staycation的邀请 到向摩湾东岸的夜山 去体验他们在当地的独栋别墅 而如果你也有机会看到我曾经看过的风景 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我认为 神奈川冲浪里的取景地是在这里 因为海的对岸就是绝美壮丽的富士山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两幅作品 是向周七里滨 相周七里滨是整个系列中相对稀有的 只有风景而没有人跟物的作品 有一些评论家认为他反映了北斋年轻时学习过的寿野派画风 寿野派是日本绘画史上最大的画派 从士丁时代到江户时代的末期 约有400年的期间 都是位居画坛中心的职业画家集团 也有一些影片做参业的说明 那回到画作本身 我们可以看到七里滨和稻春奇 这两个地名大家应该都很熟悉 因为他们也都是江之岛电铁车站的名称 先说稻春奇 1990年有一部非常有名的电影 叫做《稻春珍 》就是在讲这个地方的故事 而这部电影的导演就是知名乐团 南方之星《Souzen All Stars》的主唱 桑田佳佑 主演的则是当时刚出道不久的《家世大洲》 不过这部电影之虽有名 是因为它的主题歌 没有错 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真夏的果实》 《真夏的果实》 这首歌曾经先后被钢浙兵 和张学友翻唱 就是你在他乡和每天爱你多一些 可以说是红遍整个亚洲和华语市场 而现在你知道 这首歌和北斋的《向州七里滨》 竟然有这样的关系 对于我来说 当年第一次在日本听到这首歌 就觉得天哪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听的歌 而这部电影所描绘的 当然就是跟湘南 夏天还有冲浪青春有关的主题 就让人对湘南更加的向往 所以有一年的夏天 我特别订了距离海滩最近的一个民宿 想要去圆一个年轻时的梦 而这个民宿就在长谷 哈西车站的附近 走路三分钟就可以来到海滩 留下非常好的旅游回忆 而现在沿线也有不少饭店 跟青年旅社可供选择 当然说回到僵尸店 大家都非常熟悉 僵尸岛电铁本身就是历史悠久的私人铁道 从1900年就开始营运 而中间经过的几个小站 也都相当的有特色 同时还曾经跟台湾的平溪县 还有高雄捷运结为姐妹县 除了刚才提到的道村奇汉七里兵 在往西一站的连仓高校前 就是知名的灌篮高手平交道的所在 不过大家可能也看过新闻 那就是在疫情前观光最发达的那几年 因为太多人要去拍照 造成了当地的乱象 甚至必须采取管制的措施 北斋当年作画的时候 这里还是人烟稀少的海滨 而当他出版一系列的北斋漫画时 又怎么会想到 一百多年后 另外一部由漫画改编的动画 竟然造成了这么大的风潮呢 其实看完这集影片 以后再提到连仓跟湘南 就不是只有灌篮高手评较到打卡 而是知道更多艺术和历史有关的知识了 好 从连仓高校前 经过腰跃 就到了江之岛 江之岛这一站 我们回到北斋的 向州江之岛这幅画 你会发现在江户时代 是必须要等到退潮的时候 浮现出一条海中道路 才能够徒步过去 但是岛上的建筑 树木 还有寺庙的石灯笼 以及三重塔 还有海上的船只 以及富士山 都已经被收入花中 我们也才得以知道 当时江之岛的样貌 其实江之岛是非常古老的宗教圣地 从最开始祭祀神道教的宗相三女神 到了连仓幕府时代 初代将军元赖朝又请僧人文爵 劝请源自于佛教的变才天 甚至成为日本三大变才天之一 历代的关东霸主 包括前后北条家 一直到德川家康都曾来此参拜 也成为信众心目中的财神 而江湖时代庶民旅行兴起之后 也就成为朝圣跟观光的圣地 直到现在 讲到这里 必须要再度介绍前面提到的 另一位服饰会师 就是堪与北斋齐名的歌川广虫 广虫也是一名非常热衷于旅行的画师 而他创作的题材和北斋有不少重叠 常常被拿来做构图的比较 他也有一幅向周江之岛变才天 海藏本宫炎污图 用了完全不同的角度来描绘 我是认为 暂且不论谁的作品比较厉害 而是可以看到不同的画家的巧思跟角度 从而建构起更完整的昔日样貌 关于广虫的旅行 我将来会用另外的影片再来谈 看完了几幅海边的构图 接下来让我们快速进入 向周梅泽佐 向周重园 还有东海道城谷 这三幅可以说跟当时人们旅行 所经过的树场有关 相信有些朋友参加日本旅行团 也曾经去过大内树 七龙树 或者马龙树等等的景点 这些树就是以前古道上提供休息跟住宿的地点 被称为树场 而当时北斋或广虫等 他们旅行时走的 是人们来往于关东关西主要道路之一的东海道 这也是我自己很向往的一条步道 如果按照由东向西的顺序 最先的是东海道城谷 它是位于目前横滨市内的JR 宝土谷车站附近 因为宝土谷跟城谷的日文读音都是 所以这两个汉字有时候就会互用 这就是学日文最困难的地方了 不过中文当中有破音字就是 宝土谷树是东海道上的第四个树场 位于武藏国跟项母国的交界处不远 在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三种类型的旅人 包括乘坐驾龙轿子的女性 骑着马的男性 以及云游的虚无声 展现了当时道上的人文风貌 再来是向州众园 从城谷往南来到海边 经过七里滨和江之岛 就会来到众园 也就是现在的品种这一站 在画作中我们可以看到 在富士山前面有一座绿色的山 它就叫做大山 虽然没有富士山高 但山戎也呈现美丽的三角形 又是距离关东平原最近的一座山 所以也成为人们信仰的对象 在画中我们看到要去大山参拜的父子 还有路旁的道标上 还雕刻着大山寺的本尊 不动凝望 以及带着厨子的商人 背小孩带便当的农妇 还有在小溪中猛啦的农民 同样有许多非常鲜活的细节 如今的大山寺 是关东三大不动名王之一 不仅是宗教圣地 也是赏鸿叶的名所 而接下来的象周梅泽所 其实应该是梅泽庄 却不知道是会师的笔物 或者是雕师的刀物 一路误传至今 梅泽是位于大基树和小田园树之间的 一处休息所 目前还留有梅泽海岸的地名 而北斋在这幅画作中加入了七语丹顶鹤 其实我不太确定在这个海边 究竟是否真的看得到 但鹤是长寿的象征 七语也是吉祥的数字 尤其是富士山加丹顶鹤 这样的主题看起来就非常的享锐 我印象中这样的图案 小时候就常常被用在包装 铁盒或者阅历上 可以说是我们最早的日本意象 十分具有代表性 而评论家说 画中蓝色的山体 薄红色的云朵 以及飞向富士山的鹤 呈现出一种深刻的精神性 以及空气感 可说是能够洁净人心的作品 最后要介绍的是 象周象根湖水 由于象根是传统旅行团 必去的游湖赏富士山 或者泡温泉的景点 以前常常误会 它是在山梨县或者静岗县 之前也有网友留言说 这两个县在争夺富士山的所有权 但其实象根是在神奈川县的最西边 所以也还属于象周的范围 而在这幅画作中 前景的湖水 毫无疑问就是卢之湖 也就是旅客们搭乘海盗船游的湖 象根关这边有一条检查原则 叫做入铁炮 粗女 也就是不能让枪炮类进入江户 同时也严防在江户作为人子的大名 诸侯妻女们逃跑 而北灾取景的地点 显然是在当时的象根关所 虽然我们说江户时代末期 庶民已经相对有旅行的自由 和之鸟居 也成为旅客喜爱的拍照打卡地点 这幅画作也只有风景没有人物 呈现一种宁静的感受 甚至令人有20世纪现代绘画的错觉 其实纵观以上的画作 服饰绘师取景的位置 通常都是旅人们会路过的地方 毕竟服饰绘师可以大量印制的版画 也是一种商品 类似风景画报 让去过的人可以回味 所以没去过的人可以向往 所以也有人说 服饰绘师就是当年的旅游部落客 或者打卡网红了 最后提到神代川县 有一座城市 我其实很想多介绍一些 那就是连昌 可惜它并没有出现在这赴越36景中 连昌位于一个小小的河口三角洲 是古代河内元氏武士集团的根据地 而在元赖朝成立幕府政权之后 又将贺岗八帆宫移请到县址 同时仿效京都的朱雀大道 开辟了一条笔直的若宫大路 通向海边 也是八帆宫的参道 可见当时已经有了都市计划的雄心 现在我们从空中鸟看 才看得出连昌这座城市真正的美 而今年的NHK大和剧 连昌殿的13人 目前也还在热映中 相当精彩 希望未来还有机会 来做关于连昌幕府的历史旅行专题 你还听过或认识哪些服饰会师 或者日本艺术家呢 或者是日本电影中的场景 都欢迎留言给我 一一安排 为大家解答 好的 以上就是本集的内容 记得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锁定更多公投间观点的时事跟旅游话题 我们下次见